快再問每日一問5分鐘增加你個人價值 今天有點晚了幾分鐘 不好意思啊 那今天16昨天元宵節大家都還好嗎 過了還怎樣 今天氣氛又開始回溫了 應該不會那麼冷了吧 OK 那今天我們講的這個題目呢 之前有講過 那那一天 我的因為我的直播 我都把它整理之後又放到YouTube裡面去 那YouTube裡面也有學生 有一個學生在問說 FB的他公司裡面現在經營像新的業務 那是否是應該開社團呢 還是要開粉絲團 開社團還是對 開社團或是粉絲團來做經營 其實以社團跟粉絲團兩個之間的經營模式 就是有一些差異啦 那 在經營經營的時候點 我是如果你經營久的話 我建議說 如果你時間允許的話 其實是兩個都可以去做做經營 那一開始大家會認為說 其實我是一家商家 我要賣個商品 其實我應該是開粉絲團 因為大家被灌輸的觀念就是怎樣 粉絲團就是在賣東西在宣傳東西的 但其實粉絲團 在我的做法是 粉絲團其實是一個 比較類似一個 官方做法 官方的公告網站 就說 我有什麼事情 我去跟你做一個宣導的模式 會比較屬於這樣子 因為大家是去那邊 去看你說 你在公告什麼樣的形式 公告你的產品 公告你的東西 那粉絲在社 在粉絲團裡面的 的那 留言率 其實是 比較不高的啦 其實比較不高的 粉絲大部分會 在那邊 稍微按個讚 或看一下東西 那另外一個點是 粉絲團 跟社團之間 的使用性是 重播率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差異性 社團的重播率是比較高的 因為社團裡面它有一個機制 是 主要每個 每個成員裡面在裡面留言的話 每個成員都可以 都可以收到訊息 那粉絲團裡面我說過 粉絲團現在 的到達率 你發一個穩的到達率 只有 有時候就只有2% 2% 就是你有一千個粉絲 你有一萬個粉絲 我們說 以一萬個粉絲來講 就只有可能是 兩百個人看得到而已 兩百個人看得到 所以這在對於 你在跟粉絲之間的互動之下 可能就會比較弱勢一點 弱勢一點 那如果你現在 像我那種學生 他現在說 他們只是新開 一個商品的話 那 我問他說 那你有沒有之前的一些 會員的 或是你之前公司裡面的一些 已經成為你們會員的這些人 他說還沒有 那沒有的話 我是建議說 那你可能 要先以粉絲團來做 來做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粉絲團 他是一個開放性的 開放性的 比較開放性的模式 雖然社團 你也是可以用開放性的模式 但是粉絲團的開放性是 你可以去買廣告 買廣告 來擴散你現在的品牌的知名度 然後社團裡面你是 只能用說 用附近加入的 然後開放性的社團 讓別人也可以加入 但是社團的推廣度 就沒那麼大 沒那麼大 那 他說 可是公司是有一些經費 可以來做一個宣傳 那我說 OK啊 那你就先開個粉絲團 來買一些廣告 然後來做一些 POMO 來宣傳 你簽這新的商品 然後 讓人家來按個讚 然後 做個DM 來做個廣告 讓他去宣傳 那 宣傳久之後 社團 有時候就可以進入 進入經營的模式了 為什麼 因為社團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的 以我在跟我的客戶在講 社團的時候 如果你還有時間經營的話 社團是把你的那些客戶 他在FB裡面 這些客戶 你再把他加入社團裡面 這些客戶就表示是什麼 已經是你的商品的一些會員 或是一些比較 對你有比較 忠誠度的一些會員 你可以把他再建立一個社團 社團裡面幫他經營 因為這個時候 他會認為說 你跟他是一個朋友 因為在社團裡面 我們的一個關係是 每一個人的位階 都是一樣的 跟粉絲團不一樣 粉絲團是 我們是比較高 好像比較高的位階 再來看我們的粉絲 那社團裡面是 每個人的 地位是一樣 每個人都可以發言 每個人都可以留言 對 所以大家變成是 你把他做在社團裡面 他會認為說 大家是朋友的關係 所以對你的品牌 可能那種關係 忠誠度 或聯繫度 或存在的那種感覺 會更高 所以這兩個的使用上 可能是有些 我在講 時間點 在經營的方式 會有一些差異 但是如果可以允許的話 我是建議說 兩個都可以來做 就像我之前在講的 Line 跟Line 生活圈之間的差異也是一樣 但是就是 為什麼一開始不用LB的粉絲社團去做 因為有些社團 粉絲其實不太想加入社團 我只想看你的一些訊息 但是不想加入社團 因為社團 我剛剛有說過 他有一個缺點是 每個社員留言的話 都會被通知 那就可能是打擾到的一些生活 但是如果這個社員 這個你的貨員已經 跟你是一種很好 然後在社團裡面 大家是一個很和諧的狀態下 在互相討論些某些東西 或互相討論你自己品牌的一些東西的話 所以社員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社團裡面 也是有他的經營模式 當然這兩者粉絲團 跟社團之間的經營差異還是有差 如果你是要去擴大 擴大 擴大你的潛在顧客 擴大去找你的顧客的話 粉絲團是一個點 那如果你是要深化 深化你的顧客 深化你的顧客的忠誠度的話 那社團可能就是你的經營點 OK 那今天就 最後講到這兩個之間的差異 那大家就稍微看一下 因為這兩個之間的經營上 還是有蠻多的差異點 OK 那我們今天就 快摘問 每日一問 就今天講的是 FB社團跟粉絲團之間的差異 那就先做到這邊 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發問 如果你們這邊沒有看到 有的不好看 沒有辦法搜尋我以前的話 可以到我的Youtube裡面去搜尋 也是搜尋一個快摘問 就會找到我的平台 OK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拜拜 下次一塊 明天又 明天又上班了 明天要上課了 明天要上課了 最後一個學期 大家加油 兩人互種 OK 拜拜